上期我们谈到了台湾如何费尽千辛万苦 从国外学习半导体技术 精神成了全球第三大电子表输出国 还推出了第一间半导体公司联电 但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呢 各国逐渐意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 纷纷兴起了技术保护主义 这对当时只有电子表IC做得不错 但对其他技术都黑人问号的台湾来说 可说是天大的坏消息 没关系 没人教我们就自己学 台湾工程师们透过疯狂拆解市售电子产品 拼凑回推技术原本的模样 过程中大量的失败品也没有白费 当时流行的发生玩具 就是这些走音IC的春天 台湾不但学会了不少技术 还能加以改良 台湾制造也渐渐打出便宜耐用的好评 不少公司甚至主动回避竞争 但随着智慧财产权观念抬头 台湾的自主学习不免吃上官司 加上仿制品难以长久获利 设计研发技术赶不上其他国家 民间更是没有新兴投资 台湾半导体发展再度遇到瓶颈 这时李国定政务委员 与工研院学贤修董事长 始初浑身结束 最后终于成功邀请 曾任德州仪器副总裁 同用仪器总裁的半导体经营大神 张忠募Morris来台担任工研院院长 解救台湾的困境 Morris发现台湾虽然设计研发落后 但制造技术却大有可为 决定来好好发挥这项优势 1987年在工研院与菲利浦合计下 Morris创办了台积电 发展前所未有的服务模式 晶圆代工 台积电看出 在IC技术随着摩尔定律 急速成长的情况下 单一公司将逐渐无法承担 高失败率 复杂制成 昂贵人事和设备成本 于是想输了 只要提供设计图 就帮你把IC做出来的 晶圆代工服务 让IC公司可以省下制作的天价成本 专心设计IC 但在那个自己的IC自己产 技术保密最重要的年代 完全没有人敢相信台积电 台积电也没因此打退堂股 它靠着不生产自己的IC 不做客户的竞争者 替各家公司客制生产线 严格保护客户隐私 以及高超的技术 赢得了客户们的芳心 成为了至今人在全球 市占第一的晶圆代工厂 除了IC制造 台湾的IC设计也像鸭子滑水一样 积极发展设计能力 摆脱仿冒形象 2021年全球十大IC设计场中 台湾就占了四家 其中由联电延伸出的联发科 更拿下全球四成的手机IC设计订单 位居营收第四名的宝座 从联电率先杀出成为 加上台积电分工模式的成功 台湾也逐渐发展出 完整的IC产业链 如今全球过半的IC 都是在台湾生产 就连COVID-19肆虐期间 各国政府和企业也拼命地飞到台湾 只为了确保自家的IC可以如期交货 随着人们对高科技的依赖 IC更被誉为现代石油 产业未来也持续看涨 那究竟全球数一数二的台湾半导体产业 是怎么运作的呢 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进入这个产业呢 我们就下集揭晓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